初秋八月刮果飘香 眼下江西省宜春市凤新县的9.5万亩猕猴桃 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 当中4万亩红新猕猴桃迎来了采摘的黄金期 在凤新县赤岸镇的万亩猕猴桃种植基地 一个个果形饱满大小匀称的猕猴桃挂翻了枝头 工人们穿行于藤架之间采摘成熟的果实 我们组织了三十多个人 一人可以摘一千多斤 一天可以摘三万多斤 在生产车间 工人们将一框框猕猴桃送上流水线 进行分检装框后放进冷藏室储存 按照果实的成熟度安排上市时间 目前当地猕猴桃生产基地 种植总面积达9.5万亩 采摘期可从8月份持续到11月份 预计鲜果年产量可达8.5万吨以上 今年来凤新县大力发展猕猴桃种植 储藏 加工 销售等相关产业 建成各类筑藏保鲜库300余座 年筑藏鲜果5万吨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